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布林肯国务卿也要去中国啊 现在两国的国防部长也要谈话呀 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螺式的东西 但是真正正正最为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呢 两国之间的语言是要建立一个基本的高通机制 按照班农总统的说法就是说我们打归打 但是我们这个框架也是要是建立一个可控的这个机制 这就回到了一个冷战的时代啊 回过我们冷战的这个时代啊 能够最真人类能够没有变成一个热战 那真是一个信任 其实也是有很多啊 非常偶然偶然的机会啊 如果不是那些偶然的机会 可能真的是我们可能今天都不存在了啊 当年的一位这个执行啊 值值班的一位这个战略执行官啊 正好是个科学家 所以他接到这个 他一到办公室就发现警报系统已经已经响了 那是苏联的 一响喊了五个美国的啊 飞弹已经飞向了这个啊 这个苏联 那那么他要做的一个工作 就立即报告这个总统 然后总统因为时间非常短啊 马上进行这个反击啊 否则的话时间根本来不及 穆斯科的毁掉了啊 但是他在进行这个报告 的时候加了一句话 他说有可能是故障 因为他是个科学家 马上判断出来 如果美国要来攻打这个苏联 四五枚导弹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啊 所以呢啊 他就就报告了总统呢 有的这句话 所以总统呢就也就没有立即反击啊 果然他立即查证的结果是 发现在北极的监视系统 阳光所产生的一种 附射的效应 啊 让这个监视系统误解为是非大 啊 这避免了一场啊 真正的战争的灾难 回到看冷战时的时候 这个人这个苏联的这样一个尊光科学家 就是挽救了世界灭于灾难的一个人 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啊 啊 这个卡特总统的啊 这个卡特总统现在已经这个 安安落在家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他真的是了不起啊 他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啊 啊 这个凌晨几点钟的时候啊 接到他的这个上校的电话啊 啊 军事助理的电话啊 啊 说这个啊 有两百多个导弹 已经飞向了这个美国啊 啊 从苏联发生来的 这个时候国家安全顾问啊 不顾问啊 这个啊 这个 不顾问是这个 他当时做了一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啊 不叫醒他的妻子啊 因为他觉得他的夫人就在几分钟之内 离开这个人间 李德呢 醒了以后还恐惑一通 第二个他马上要叫醒这个总统啊 因为美国啊 苏联已经有两百个飞弹呀 飞过来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 他要报告总统 但是他还是问了一句 跟他的这个上校 这个军事助理 他说你能不能马上再核实一下 因为我马上要报告总统了 因为这有几分钟时间 结果就在那 他要报告总统 拉起电话的那一瞬间 他的助理告诉他了 是虚冰一场 一个四十五美分的 一个星片化掉了 误以为 这个 这个苏联呢 打过来了 美苏能够建立一个啊 军陶是这样的专家啊 最正能够啊 性命 这个核武器的攻击 现在学者 重新看这些历史的时候 其实是大吃一惊的啊 即使苏联的阵营也好 西方的阵营也好 西方的阵营也好 为这个冷战 在一种阵营的状况之下 元首他们是持续不断的见面的 经常见面啊 看到很多的厂厂厂 当然了这个里面 后来造成一个危机 是里根总统 里根总统 他一种比较强势的行为 基于一种威慑的力量 但是同时也提升了 这个苏联的这个对美国的威胁 这个是今天不讨论了 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 和当年的冷战的情况是一样的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都有足够的能力把对方毁掉 都有足够的能力把我们地球毁掉 现在你不管中国有多嚣张 美国有多嚣张 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一个共识 但是中国的军方可以长达17个月时间 不接美国的电话 班农总统是左喊右喊 习近平跟我来电话了 我要跟习近平打电话 习近平根本不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状况 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 比我们媒体看的就是 郑克敏的喊就要严重很多 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后来的巴厘岛 尤其是通过这个旧金山 在这方面比较已经接近了这个共识 这就是两国元首你们谈什么贸易啊 什么春宵啊 或者是什么人权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太阳能啊 这些东西都是叫技术性的问题 但是美中之间是至少要建立一种 最起码的这种高通机制 但是现在还是不稳定的 现在还是不确定的 对吧 这一点我认为才是两国元首 最需要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要我们再回过头来 生活在一个核武器的阴影之下 当年的美术的状况之下 整个美国都是恐慌的 整个西方都是恐慌的 1980年的时候 差不多地球就毁灭了 现在你看到这档案 都是非常真实的 原来我们认为 所以无论是美国和苏联 都有一套非常安全的精密的 这样一种使用导弹的方式 其实不是那么好事 不是那么好事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 奥本海默的这样一个故事 重新搬上宁幕 得到这个奥斯卡奖 就是因为美国和中国的这种关系 虽然不可能热战 甚至也不可能呢 这个冷战 但是呢 你安全机制是要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 其他的问题相比的之下 不要被这个媒体啊 被这个政客们牵涂鼻子走 什么南海危机啊 围了一个礁石 你觉得有什么好打的呢 它是个非常低度的 这种战争的风险 另一个是台海问题 你觉得台湾现在的一个民主 到了这种程度 对吧 台湾的老百姓 固的也不是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大陆有哪一个急迫性 要去统一什么台湾 要去解放什么台湾 这哪根精度想不出来 对吧 但是国际的媒体 这些什么战略是一家军火商 就把台海和南海 渗染得一塌糊涂 甚至要把台湾 一定要往火坑里推 他们在甘心 要把台湾 变成一个什么乌克兰 乌克兰昨天 布林肯 国务卿他说 我们支持乌克兰是 金油磐石 是啊 你金油磐石 现在乌克兰 缺钱啊 缺均火啊 你还能不能马上改啊 对不对 傻瓜都知道嘛 这个战争怎么打啊 对不对 不能让像加沙这样的最烂的战争 到亚洲去 不能让俄罗斯和乌克兰 那侵略乌克兰的这种战争 到亚洲去 是不仅是中美之间元首应该 最为警惕的问题 也是应该我们开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他事情我觉得 相比之下都是技术性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史真是不清楚 好 这个军刀会长想请先 这个表达一些看法一下 因为现在那个曾经在忙 如果按照干在和平的讲法 就是说美中不 美中的元首 不管是见面或是通电话 起码可以有个机制 有个沟通的机制 可以管控冲突 可以不报意外 说的白话一点 就是各自安好 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有一个稳定基础上能发展 不过这次拜登也提到了 拜登希望习近平 希望中国不要去干预美国的大选 那拜登也关心了Tita 那习近平也提到两个 不会 就是说如果美国再持续 对中国的科技的打压的话 中国不会做事不管 那如果在台海的问题 如果纵容台独 支持台独 我的话 中国也不会听之认之 你怎么看 对 其实这次呢 我觉得两国元首会面 最主要我觉得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各都表示了管控危机 不要让危机变成这种对抗 特别是刚才和平上讲到的这种核大战对抗 或者因为人类或者对两国或者是对一个地区造成很大惨重 伤亡这种对抗 都表示这样一个善意 就是彼此能够表这个 第二个呢 而且愿意在这方面底下展开一些工作性的会谈 那么这个当然前段是因为中国把这个给的玄制了呀 中国有时候就是觉得总是用一些就是本来的专就是专业性的外交领域的这样的终止这样一些方式呢 来去想解决一个政治问题 实际上呢 这应该是分开的和平人讲了 政治上的问题 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呢 要有红线 要有热线来解决 不能够呢 放到常规性的来 但是另外常规性的会谈 就常规性会谈 去解决这种专业性的问题 也不要放到政治性的这个会谈 作为政治筹码来谈 这样才能够两国关系的正常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基本上接受这个东西 习现在也接受这个东西 那美国当然一开始就 美国总统权力本来就有限嘛 他有很多官僚机构 很多方面领域中 他在独立的作业 如果他干预太多 他声望会受影响 那第二一点呢 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 这次呢 你可以看啊 就是两国的善意 你发现这次跟原来不一样 这次呢 就中国的外交部的官宣呢 就说习近平说什么 美国大使馆的官宣 就说拜登说什么 前面都说 表示双方都互相肯定善意 然后接着后面 就是各说各话了 然后呢 下面就是官员 私下透露的消息 有还有什么什么事情 双方都谈什么了 那这里面 但之前我就还要注意到一条 就是在3月10号到15号 时候呢 中国大陆来了一个智库 是清华大学的 这个智库呢 我觉得他们能那么坦率的 和西方交流探访 而且还有一个人 上了中央电视台去做专访 是中央电视台 反正他在大陆呢 传的比较广 这样一个专访 其实是大陆在对民族主义的这种 就是愤青啊 五毛和粉红啊 在进行灭火 在降温 那就说这个智库 谈的很坦率 而且当时那个标题就很有意思 说呢 一个美国专家告他 吵架总比不沟通好 我觉得其实这大概是 可能习近平最近悟出来的一个东西 因为美国人从来就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那么实际上 而且这个智库 我觉得谈双方都很客观 谈到就是他在 他真的比较客观的写了一下 就在回答问题 那这样一个坦率态度 就智库的人可以去跟美国 这种大尺度的交流 同时呢 回来之后 又在一个公开的媒体上 谈出来来谈 我觉得这大概是反映了 共产党高层 或者习近平本人 对于中美关系和外交工作的一个 这么一个打开 这么一个 开始的一个新的吧 一个做法 就跟战狼明显的不一样 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就大概也跟他前一段 去年十月 去年十月 他要去美国之前 访问之前 他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呢 不是这个中国的新华社 和人民日报官网上 发了一段东西 这段东西就说呢 中美关系和包括可能大概 中台关系呢 以后都不寄希望于政府之间的 在这少数的政客呢 会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会扭曲这个关系啊 什么之类的夸大冲突啊 他说要寄希望于人民 那就是说活力在地方了 希望在青年了 完了这个什么 未来在青年了 希望在民间了等等 就要做美国民间工作 比如开始 我估计在这一轮互动中 大概那些人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 同时又给习近平提了一些期望和期待 这样就使得他呢 在这个在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 拜登这个电话会谈中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弯 我觉得目前呢 就就这个智库和习近平态度来说呢 已经快回到了吴景涛的这个时期了 但是到江泽民时期还远的 江泽民想戴什么那个独立帽啊 在那个被什么林肯宣 那个林肯的盖斯伯克里演讲啊 这个可能还到还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可能习近平这辈子 也做不到这一点了 你怎么看你的麦克风没有开啊 这边提到就是说 刚才这个军道集合重点就是说 引入美国学者看法 吵架总美不沟通好啊 那已经有其实有很多西方媒体 已经说出来这次拜席的通话 其实在几个月之后 四个多月之后 见面四个多月之后 谈话其实基本上 作秀跟演戏的成分比较大 也是让大家让国际间能够安心啊 就是说希望中美能够管控好自己的事情 不要爆发所谓世界的冲突 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我基本上同意 另外我同意他们两个的看法 呃 因为我认为呢 中美关系现在实际上呢 就是实质上的是冷战 呃但是呢 这个沟通呢 是这个管道是要建议 就是消除最后的误判 呃所以呢 就就像刚才这个沟通提到 那个两个例子 呃我是没有这方面 没读过这方面的东西 呃但是呢我读过那个 原来那个基金阁写过 写过一个领导者 那个时候呢 有一张照片 对我一直是印象非常深 那是80年代的时候 呃当时呢 这个美苏是 在冷战当中 然后呢 这个 那个时候呢 是伯雷日涅虎 和 和这个 当时的总统呢 是 那个 尼克松 他们两个呢 坐在 在 这个 俄罗斯的一个 一个别墅里头 两个人在谈 躺在沙发上 抽血架 嗯 我就想啊 这两个 两个敌对国家 对吧 而且那时候是冷战 非常激烈的时候 最后他们都坐下来的 一个抽血架 实际上呢 这个 这个 拜登和习近平呢 目前的这个关系 目前要不断的要通话 一直在呼吁沟通呢 也是为了消除 消除这个 潜在的 战争的威胁 因为两个和大国之间的战争 没有赢家 所以这点呢 我想 毫无疑问 我同意这个判断 但是也没有那么悲观了 刚来 这个 何总的意思 到时候这 一开 一开战 就全没了 然后甚至说 那个不告诉他的太太 说几分钟以后 就会出现的问题 但是 我曾经呢 那时候 我女儿还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看到这个 就 核 核危机啊 嗯 然后 恐怖片 看到那个 地球的那个毁灭啊 后来呢 她呢 当时就问 我们的夫妻两个啊 说 爸妈妈 如果要出现这种事 会是 我们应该怎么办 后来 我觉得我太太当时 说的特别好 我太太就说呢 碰到这种事 真的要碰到 我们都不希望碰到 真的要碰到 咱们全家人抱在一起做好 嗯 哎呀 我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 她传递的那个 给我女儿的那个 传递的那个爱 和那个镇定啊 是让我觉得 她对她对这个 这个人生的这个看法 让我非常佩服 所以我觉得呢 我也不恐惧 我也不恐惧 没有觉得有什么感 看这个感天动地的那种东西啊 我觉得确实是 作为政治家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要爱护地球 那这个呢 他们来沟通 对吧 如果要说呢 这个 最后你要真的说 非要用原子弹来消灭 消灭地球啊 就 那就我们控制不了 那就是我们的命运 所以我们就接受这话 我的感觉 嗯 拜登吉兵 我想呢 这次通话 我在11月的美国中央大演之前 到底两个人 是不是还是再次通话 或是会见面 我们可以再来观察一下 不过 重点是美中 美中能够管控目前的冲突 希望能够回到稳 这是稳制啊 稳制是大家 甚至说 美现在目前 有希望的 也是全世界国际政治研究 议员政治学者所希望的 刚才何总美提到了哈 好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